自俄乌冲突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不断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及资金等军事援助 然而这些武器的真正流向 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7日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在其报道中指出 今年4月 有在乌克兰从事非致命性军事装备物资运输的 非政府组织负责人透露 只有约30%到40%的军事物资 能够运抵乌克兰前线 报告一出 再次引发了各方对乌克兰浪费 腐败和黑市等问题的关注 泽连斯基观看西方援助的武器 图源 外媒据报道 自今年2月以来 美国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540多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而英国仅在军事援助方面 就承诺了近30亿美元 欧盟还为基辅的武器装备支出了25亿美元 从步枪 手榴弹到反坦克导弹 和多管火箭炮系统等一整套装备 都已从西方的军械库运往乌克兰 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波兰进入乌克兰的 然而 武器运输过程很少能顺利进行 武器落入巨大黑洞武器运输牵扯权贵 寡头和政客多方势力 这些东西都越过边境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只有大约30%的武器装备 到达了最终目的地 立陶宛援助组织的创始人 乔内斯奥曼说 向乌克兰前线军队运送武器 牵扯到多方势力 需要通过一个由权贵寡头和政客组成的复杂网络 关于其余武器装备的去向 真的没有任何信息 国际特赦组织高级危机顾问 多奈泰拉·罗维拉表示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 一些发送武器的国家 似乎并不认为他们有责任建立一个强大的监督机制 据知情人士透露 其实美国方面几乎不知道 这些武器发生了什么 这些武器一旦进入乌克兰 就像落入了一个巨大黑洞 欧洲刑警组织声称 其中一些武器最终落入了 欧盟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手中 而俄罗斯政府则警告称 这些武器正在中东出现 据悉 乌克兰一直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在国际透明组织2021的腐败认知指数中 乌克兰的指数为122180 其中180代表最腐败 零代表最不腐败 但美国国会两党 似乎都不关注这种腐败 据报道 出生于乌克兰的议员 维多利亚斯帕茨因 则连斯基政府内部涉嫌腐败 而建议美国国会对其武器运输进行适当监督 却因此受到了其同事和白宫的警告 资料图而乌克兰坚称 自己有在追踪每一件过境武器 乌克兰国防部长 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的顾问尤里萨克 上个月表示 说法相反的报道 可能是俄罗斯阻止国际伙伴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信息战的一部分 美国议员 对乌克兰的大多数援助 都是骗局对此 美国众议员共和党人马乔里泰勒格林表示 援助武器的不翼而非 正是我投票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的 大规模援助法案的原因之一 据悉 该法案得到了所有民主党人 和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 在5月份 以86票对11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 美国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 劳伦伯伯特表示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发布该报告之前 此类审查已被全部驳回 自3月份以来 有多少人因为说了类似的话 而被称作俄罗斯的傀儡 现在 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这样说时 完全没问题 无论如何 很高兴 现在事实都被揭露了出来 对乌克兰的大部分援助都是骗局 伯伯特说道 俄乌冲突中的乌克兰军人 图元 外媒巨悉 投反对票的格林 伯伯特和其他议员 均因为能支持乌克兰而受到批评 格林便称 在美国母亲 连婴儿配方奶粉都买不起的时候 美国政府却正集中精力 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而后 民主党却指责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站在一起 据报道 援助武器半路失踪的情况 以前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过 并且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2003年 当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 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武器 罗维拉说 2014年时 极端组织ISIS控制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 同时也接管了 原本给伊拉克军队的大量武器库存 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也有着相似的情形 但2021年 美国最终从阿富汗撤军时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也被塔利班接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 米哈伊尔波多利亚克周日表示 没有证据表明进入乌克兰的武器 下落不明 他补充说 俄罗斯试图在西方社会的眼中 用有关武器黑市的指控 来抹黑乌克兰 中文字幕提供